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匹德林区的三本书 这三本书前面部分的话我把它英文的原名讲出来 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是属于台湾翻译版的翻译 举个例子第一本书叫匹德林区的选股策略 那第二本就是所谓的征服股海 那有时候的话它是会加匹德林区 有时候不加匹德林区 那第三个就是为下一个破坛缓弹做准备 就是Learn to Earn这个东西 那所以说为什么要介绍这三本书 我常看到很多匹德林区的讲法或简报 可是我整个简报看完或整个书看完 或者它发表内容看完 我发现没有匹德林区的东西 那种感觉是非常奇怪的 或者没有匹德林区的线索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把匹德林区我所看过的书 或者匹德林区他的观念 顺道拿出来给各位分享 基本上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各位如果看过匹德林区的选股战略的话 它这个地方它有提到一个东西 它说任何一个股票 我们今天要研究 它是不是有价值 也就是价值跟价格分离的地方 它是以盈余作为价值投资的计算基础 也可以说一家公司到底做得好 或者未来会怎么样 其实不外就是过去的盈余 现在的盈余跟未来的盈余 跟盈余的组成 那至于说它的价格表现 只是让人家分散注意力 所以以彼得林区的想法来讲的时候 他觉得价格本身是比较没有意义的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 如果说假设P来讲 我们今天从股价 其实从每一股价格 跟它的总股数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的市值 那计算出它的市值之后 就代表说这家企业的总投资额 对不对 然后接着我们就必须要去算说 它跟应该赚到之间钱的比较 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假设P来讲 这个市值的话假设是100亿 然后它赚到1亿 那基本上的话它就1% 那你就去想 当这个市值膨胀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它有没有可能去赚到这样的一个价钱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用1% 假设我们用10%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它市值是100亿 它正常来讲它应该就赚10亿才对 那这个如果说它赚不到这个10亿 假设我们现在10%不改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选定了高风险高报酬 我们就设定是10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股票就没这个价值 那第三点 皮特林区有提到说 你今天当你在研究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今天假设你现在讲成长 好假设我们现在成长 成长到底有分哪几种 有分稳定成长 慢慢成长跟高速成长 那这三个基础上不一样的 那如果要成长 它总是有一个成长的空间 也可以说今天它是不是从10%的地区 到70%的地区 有这样的一个中间 它就有所谓的快速成长的适用 可是如果它到90%的时候 也就是说大部分地区都已经不满了 讲一句难听的 会赚到的跟想象空间 应该它就已经步入一种成熟期了 就不可能再适用所谓的成长的这个议题 所以说它成长的部分之后 我们要去研究到底它是什么成长 然后它到底有没有这种成长的可能性 那第三个 匹德林区在提到的这东西的时候 他认为你要买股票的时候 你要很明确知道这个股票的性质 这个股票到底是 人家去炒作它 或者说你去买它 你的价值出现的原则 到底是因为你看到说 它的循环 也就是说人家循环低的时候 那人家没看好 可是你看到它的价值 这是第一个循环 第二个我们就讲成长 或者你看到它的转机 或者看到它的资产股 也可以说基本上来讲 你要投资股票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股票 本身所代表的业种 是到底它是因为它成长 你买它 或者因为它景气循环 你买它 又或者说 它是其他的转机类型 那你都要去验证每一个原因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义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